哇 这什么 这好棒哦 鸡皮肤激化家常 有人就爱吃鸡脖子 因为越啃越香 也有人最爱肉质Q弹的七里香 不过网络谣传吃鸡屁股会致癌 难道是真的吗 我们并没有任何的一些科学数据 或白纸黑纸来说 吃了鸡屁股会得到癌症 鸡屁股除了油脂高的话 其实它有一些淋巴组织 包括淋巴管 淋巴现在蛮多 像淋巴组织是排一些废物的东西 其实都不建议多吃 鸡屁股油脂高淋巴集中 毒物科医师认为少吃为妙 但目前医学上并无直接证明 会引发癌症 反而是肥肉和酥脆的鸡皮 以及台湾人爱吃的鸡蒸 等内脏类食品 最容易有代曜心等环境毒素残留 还有这个道地的传统美味 下水汤里头的鸭蒸和鸡蒸一样 都是内脏 想要美食到底该如何吃的 不管家庭哪一种的话 我们都建议我们要吃的话 只要吃瘦肉就好了 肥肉尽量少吃 皮少吃 环境多荷尔蒙 像代曜性多粒联本 甚至我们很多金属 很多重金属 它都会沉积在内脏的部位 所以内脏部位 也是要尽量建议民众尽量少吃 看来不管吃鸡鸭鱼肉 内脏和肥肉都要能避则避 少吃为妙 才能吃的美味也保有健康 谢谢台北 中文不老